其实你知道我想象的养狗 你会付出情感 还有你要时间陪她 如果她分开的时候很难过 所以我说那我就不要再 我跟你说一个很好笑的比喻 我有一个前辈的朋友 他跟我说做一个情侣 不要说夫妻 千万不要一起去做一件事 有两件事情 不能够一起去养这个宠物 还有就是一起去买房子 对真的 如果分手以后就麻烦了 对啊这归谁 对啊这很难过 狗狗我养过一次 但是不是我养的 这是前的男朋友养的 然后我是从手里面那么大 养到他就一直看他那么大 但是我们分开的时候 走的时候他很难过 因为这狗狗是流泪流眼泪的 那你肯定也会难过 我难过 但是我觉得不离开更难过 对对真的 他就是看着他 所以感受到是有宠物是有情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会分开我 那我的宁愿不要开始 了解啊 对 这些话还挺获达说起前任就说前任 然后又说到了如果谈恋爱的话 不要一起买房子 不要一起买狗 谈恋爱买房子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得看 谈恋爱买一起买房子 明是为了下一步可能有打算有计划想要一起结婚 两个人一起买了一个房子 你们都是结婚以后才有买房子这件事情 我是卖了房子结的婚 了得太干净 是因为当时没有钱 然后呢要向思厌求婚 没钱买戒指 但我有一套房子 是还着贷款那种 我就把房子卖了 我总得拿出一个像一样的戒指出来 但是也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家庭 真的 就是我没地方住了 我要住到你家去 真的 真的